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这支视频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Home Depot网购蓝莓开箱和定值的整个过程 首先呢,我在网上选择了两株蓝莓 一株是这个品种,All New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下面的这个品种 叫做Rebell 这两个是比较常见的两个品种 而且能在弯曲这个温度生长得很好 大概一周多吧,然后这两个就运到了,是UPS运到的 它的这个包装其实还是挺走心的 上面有说,就是keep from forest and high temperature 就是要避免受冻或者是受热 要这个方向朝上 不过呢,UPS似乎也没有非常的重视这个东西 就是送到我家的时候,就是在门口倒的七扭八卖的 然后打开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植株的状态也不是非常好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首先有一些枝条是断掉了 就是应该在运输过程中,然后扭断了 这个也是挺常见的吧 然后呢,像这个叶子的状态 这的确是我网购的所有的树里面 嗯,叶子的状态非常不好的,很明显它这个叶子是被重铸了 而且呢,看颜色的话,可能是受过一些洞海 嗯,所以整个这个叶片就是脆到了,一碰就会掉 然后上面打开之后呢,我又把下面的这个位置割开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里面这个小盆从下面漏下去 然后尽量减少一下对这个枝条的一些伤害 因为这个枝条非常的脆 基本上轻心一碰就会掉 打开之后呢,首先是有一些洒落的这个土就出来了 还有一些营养球 这整个盆呢,不是非常湿 应该运出来已经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了 所以其实已经里面没什么水了 现在看,其实这个主干状态还是可以的 虽然叶子有些疾病吧 但是我还是决定把它留下了 因为这个网购的这个植物的退货非常麻烦 它在Home Depot的网站上有写 如果你对这个植物不满意 然后你想要退货的话 要把这个东西拿着去你附近的Home Depot的店里去退 那我之所以不去店里买 就是因为想要避免这个接触 避免开车去店里的这个过程 它如果去退货的话 还要让我去店里 那我可能宁愿就选择把它们留下 这也是另外的一个原因 当然主要原因还是 后来我打开看了一下 这个根系还是不错的 然后主干呢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 所以其实现在的话 正好是蓝莓开始生长的季节嘛 所以好好养护一下 应该还是可以的 这第二盆 第二盆的话 明显这个叶子也是状态不佳 不过还好 我们后面可能精心打理一下 看看状态应该会好一些 下面我们就来看定值 首先呢我是找到一个南边的一个位置 阳光非常好的地方 来种这两株蓝莓 每一株呢我大概会给它们 一个平方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来供它们进行生长 这两盆我对比了一下 其中这个O'Neal 它是说要长到五个feet到六个feet左右 就是需要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那我可能就把它种在这个位置 然后另外一盆呢 就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让它们中间有大概 两到三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间隔 这边呢我就直接快进了 这位土其实挺松的 这个地方就是我之前 改良过土壤的一个位置 所以下面呢其实是有很多改良土 然后其中之前也混了一些牛粪在里面 所以地的肥力应该还是不错的 在它这个运输的package里面 特地夹了一张纸 就是说在你移植的前一个月 那不要给它添加任何的肥料 让它先适应一下这个位置 然后之后过一段 一个月之后再去给它施肥 所以这次呢我也是完全的按照 它这个instruction的指导来做 只是简单的挖了一个坑 因为这个土其实比较松 所以没有必要挖到两倍大了 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呢就直接不加任何底肥 然后把它直接埋到这个坑里 在它提供的那张纸上 还有另外一个说明 就是说你在埋的时候 这个蓝莓不要把它埋得非常深 要保证就是你埋好之后 它现在的这个土的这个高度 和你填完的这个土的高度 是齐平的 不能把它深埋 所以这方面呢 我也是严格的按照它的 这个instruction来做 然后整个埋完之后 把它盖好土就好了 前后过程大概也就两三分钟 然后就搞定了 然后就是另外一颗蓝莓 这颗蓝莓是Red Bell 然后呢我把它埋在了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可以看到 它的土层其实是更深厚一些 而且也更肥沃一些 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就是完全不需要 再加任何肥料的 所以呢我也是就是挖了一个坑 然后把它埋进去 这个土非常非常的松 而且前一天呢还下过雨 所以这个土还是相对而言比较潮湿的 挖起来也非常的省力 就随便拿一个小的这种工具去挖就可以了 再把这个蓝莓从盆里拿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轻轻地拍一下底部 这整个蓝莓蜘蛛就出来了 它的根系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丰满的 而且因为一周运输过程中没有浇水了嘛 所以其实挺干的 拿出来的时候一点都不费力 就直接拿出来买上就好了 这颗蓝莓蜘蛛呢 距离刚刚那颗蓝莓蜘蛛 大概有两米多不到三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它距离我之前养了两年的这个蓝莓呢 大概有半米的距离 你可以看到之前的那颗蓝莓就摆在它的旁边 那颗蓝莓呢 现在长得是比较粗壮的 而且上面也有很多的花芽和叶芽出现了 所以希望在今年的时候 它们可以互相授粉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产量 这个蓝莓在种的时候最好种两颗以上 相互授粉的话是可以提高产量的 我买的这两颗蓝莓 有一颗是可以自授粉的 另外一颗是需要相互授粉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现在种了三颗 所以希望它们通过相互授粉 是可以提高一下产量的 而且你种的这三颗可以完全不同的品种 不同品种也可以相互授粉 最后呢就是在定制好之后 浇一次定制水 这次水浇的比较透 而且最近弯曲呢经常会下雨 而且有的时候会阴天 所以在未来的一周之内 我也不会再给它浇水了 后面呢我会再继续跟大家更新一下蓝莓的种植状况 感谢收看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 感谢观看